我跟我的生报的任何关系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把你这个脾气了起来 对对对 起来 平常就是自己在家里做饭啊什么这些 我在家里不能做饭不能做菜 我又不能这么生活 我可以认识 好些人都干不上我 我11岁 我就开始在家里做饭 平常你要吃饭的时候 一日三餐啊 嗯 那是都是自己做的 还是去个买的个 全部自己做 全部自己做 买的不好吃 不卫生 我早上做什么东西呢 早上下面呢 天天起面 不不不不 当然不会天天起面呢 因为我喜欢吃米饰 米饰 米饰到外面呢 买吧吧 发糕啊 那中午去什么是 中午去饭了 煮饭 上菜 搞什么是呢 菜 菜一个混在一个抽层 这是 基本上 是这个样子 用两个菜呢 这一个菜 嗯 可以起两餐 一个新鲜菜 弄得起来 另外一个菜 它不是起两餐吗 它会做的 像 你要这样的这个生活方式 这样的起 你三个猫啊 这一个月就是这样做饭呢 大概花几多钱去过来 大概是漏七不快钱了不起了 漏七不快钱 我想我啊 这个你看这个 七菊啊 这几种七来 几种睡觉晚上 晚上八点钟 睡觉 上床 上床 九点钟 睡足 要睡足 那是牢中牢到八点 八点一牢 我还牢中牢 我这个天哪 早上的 那就要分季节了 分季节了 像现在 几点钟 那是非起床不过 冬天的 早上起床 八点以后到九点 冬天上床 五点钟就上床了 上床威的 这叫威坛 威坛什么的呢 台区 谈蝶子 快快快啊 谈点脑 蝶蝶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满头银发的 杨蝶蝶站在舞台上 但是却是 红光满面 精神抖擞 是一个非常 智慧的老人 因为这个老人 他很清楚 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也特别能够 把自己的生活 规划好 也无论我是什么样的 一种生活状态 我都要对自己 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所以 杨蝶蝶可能更适合 找到的一个是 能够随遇而安 和他一样心态 比较平和的老人 没有太多的物质的要求 还能够懂一点诗词 或者比较喜欢阅读的 我们的这样的婆婆 跟他生活在一起 这是杨蝶蝶 第二轮选择 开始 第二轮选择